大家好我是崇文明醫師 上次呢在Instagram直播的時候呢 我的主題是 第一次自慰的經驗 然後那時候呢我跟 我的粉絲呢 就是徵求了 就是投稿 那結果呢非常的踴躍喔 有大概150個人 投稿 所以呢 直播的時候呢也 大家的反應都非常好 所以今天呢我決定呢 再把當時的內容呢 再稍微整理一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大概都什麼時候 發生第一次自慰的 狀況 那 根據這150個人呢會發現了 大部分人呢大概差不多在國小六年級 到國中一年級的時候呢 就是 體驗了人生 第一次自慰 所以呢 在這裡呢其實也要 呼籲一下 就性教育真的不能等啦 所以 其實 在國小六年級 到國中一年級的時候呢 就應該是六年級 七年級的時候呢 其實 應該就要具備這樣的知識了 好 那但是呢 也有人真的是 咔嚓球喔 也有小大概 國小三年級的時候呢 就已經開始 享受這樣的一個活動了 那也有呢到了大概 20幾歲的時候呢 才真正 體驗到 人生 第一次的 自慰經驗 好所以第一個就是 年紀大部分都是在 國小六年級到國中一年級 的時候發生 第二個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包皮 很重要 我之前都想說啊 包皮不又是 保護龜頭幹嘛幹嘛 但是呢 在這些投稿的網友裡面呢 有 好幾個人都提到這件事情 就他在國小的時候呢 要去洗澡的時候 媽媽就會告誡他 欸 你等一下把他翻開來洗 然後小朋友在洗的時候呢 就把他 退下來 洗一洗 然後退回去 欸 有 開心的感覺 所以他就退下來 退上去 退下來 退上去 然後 就達成了人生 第一次的 智慧經驗 所以我才發現 哇 原來這就是 包皮的妙用 還可以教導小朋友 怎麼 就是 發生這個 這個 智慧 好 那 第三個 要跟大家 就是分享的 就是 浴室 或是這個 跟水有關係 就是說呢 其實有不少人呢 他第一次的經驗呢 是跟水有關係的 就比如說在洗澡的時候 然後蓮蓬頭 沖到了重要的部位 欸 有 奇妙的感覺 或是有一個人 他是說他在游泳池的時候呢 因為那個游泳池都有那個 進水口跟出水口 他就剛好趴在池邊的時候 那個出水口 就剛好 應該是進水口 就直接沖到重要部位 所以他那一天呢 就是那一整個下午 就一直就趴在那邊 OK 所以呢就是 其實跟水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好幾個人都提到是說呢 他那時候呢 洗澡洗超久的 因為就是在 就是 享受這樣子 好 再來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表哥 很重要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其實 很多人提到他的 第一次性經驗呢 他的就是這個 第一次自衛呢 其實是 表哥教他的 我那時候就想說為什麼不是 堂哥 因為那麼多人裡面只有一個人是 堂哥 那好多人都是表哥 那我 提出的假設是這樣子 因為 畢竟 呃 表哥就是外婆家的 就是親戚嘛 所以 平常比較少來往 那 去外婆家這件事情呢 相對來講就是比較 開心的 比較放鬆的 不像那個 呃 堂哥 就是 總是 奶奶這邊的人 平常比較密切的接觸 然後爸爸這邊的感覺又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呢 暑假到外婆家去的時候呢 跟 比較 不熟的 表哥玩在一起的時候呢 可能呢 就會 表哥就會 教導他 或者就是呢 就是 表哥就會 有一個是說 不小心發現 表哥 在幹嘛幹嘛 然後 就威脅表哥 教他 不然他就要告訴 父母親 這樣子 現在的人也是蠻賊的 好 所以 再來就是表哥很重要 那 還有呢 就是 舅舅的A片 就是呢 很多人呢 當然還有爸爸的A片 很多人他第一次學會自衛呢 其實是因為 不小心翻到舅舅的A片 或者是爸爸的A片 然後看了A片之後呢 才 慢慢的 就是學會了說OK 原來就是 自衛是應該怎麼發生的 那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呢 就是 我到底 是 先知道 有自衛 才發生自衛 還是 我是先自衛了 才知道說 我這個是自衛 我覺得有分兩大群是這樣的狀況 那有一大群人是他在小時候呢 開始 因為不小心 摩擦到說 發現 這是 這件事情是蠻舒服的 所以他就開始樂在其中 那可能過了一陣子 因為之前可能都是空包蛋 空包蛋 然後突然 射精了 然後後來 在學校有教說 這個叫 自衛 他才知道說OK 我做的事情 叫自衛 或者是 我學校同學討論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做這件事情是自衛 那通常我觀察到的是 好像通常這樣的人 他都會描述的是說 這件事情是 蠻開心的 那有一群人的是 他是聽到人家講說 這件事情叫自衛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他甚至是 上網去Google 或是去 Yahoo 去詢問 然後之後呢 才自己摸索 嘗試或是問同學 才知道說 OK 原來這件事情 是自衛 那就會發現是說呢 他可能呢 通常就會伴隨著一些 罪惡的感覺 他覺得他第一次自衛的經驗 不是那麼的愉快 所以好像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再來呢 第一次 自衛的 感覺是什麼呢 我覺得很多人呢 就是 會用 想尿尿這個字 來形容 或許我覺得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小朋友 就是 自衛的那個快感啊 就是 算是一個比較新的 一個新奇的體驗 所以呢 他總會找尋一些 比較接近的形容詞 來形容他 所以呢 大部分人都會說 他第一次的感覺是 想尿尿 其實說實話 我的第一次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早就忘了 所以 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會說 用想尿尿的感覺來 形容 這個東西 而不是說OK 他就是一個爽快的感覺 或是一個高潮的感覺 是慢慢慢慢 後來他才會知道說OK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開心的感覺 還有一些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 媽媽的 肩頸按摩器 就好幾個人是 媽媽有那個肩頸按摩器 然後 媽媽就會說 這個用來好舒服喔 然後呢 小朋友呢 就會 就拿來試試看 這裡按 那裡按 按到下面去 那個震動的感覺 很好 所以 他就學會了 自衛 然後呢 還有 有幾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比如說 是因為 電動牙刷 或者是 因為他在 爬乾的時候呢 就是不斷的摩擦摩擦 然後就 發現了有一個 新田地 這樣子 所以呢 在這次的調查裡面呢 我覺得是 非常的有趣 那 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部分 就是在今天呢 就是在 簡短的 再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呢 你也覺得 很有趣的話呢 歡迎你私訊 告訴我說 你第一次 自衛的經驗是怎麼樣喔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